大家午安 那我是佳元 然後有聽過好辦的舉個手好了 好多喔 我跟佩琪就是好辦的共同創辦人 我們是在兩年前然後創辦好辦 那這次綠川市集也是好辦主辦 然後協同這些就成的在地夥伴一起辦的 我們現在已經辦了第六場的市集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青年創業如何改變社會 然後想要先問在場的各位一個問題 就是你現在是創業的身份 或是你未來有想要創業的念頭的 可以舉個手嗎 正在創業的有看到那個後面 然後其實今天在場這些攤位 也都算是一個創業家 那為什麼 你覺得為什麼想要創業 然後或是說到底創業 你為了什麼樣的一個目標 或是一個信念 你為什麼會想要創業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好辦的創業的故事 我跟佩琪是在我大學四年級 大概就是現在四年前 我們在大四下的一堂社會學的選手課認識 那我是來自社會學 那佩琪是財經系 那那一堂課呢 它叫做社會經濟組織的創新與設計 所以我們在那堂課的前半學期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去研究 像社會企業啊 像非常火紅社會企業 然後或是像社區經濟等等的概念 那最後呢 學期末的時候 課堂要求說 我們必須要去選到一個 我們感興趣的社會議題 然後去想出一個解決它的一個報告 那那個時候呢 其實我們想的是做一個社會住宅 就是如何可以讓每一個人都可以 住的有能力負擔他的居住空間 然後在那樣的一個空間裡面 可以得到一份穩定的經濟收入 跟與社區共好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當時其實原本都想的很簡單 就是我就是上一堂課 然後我就修了三學分的課程 然後就準備要畢業 那對我跟佩琪來說 我們的生命經驗裡面 從來沒有想過創業這個概念 那到底為什麼會創業呢 聽起來很有趣 就是一般的創業好像都是 你要先下定決心 好我就是想要創業 然後我開始去努力 我開始去找資源 那我們其實反過頭來比較像是 因為我們先找到一群夥伴 然後這一群夥伴我們有一個共同的信念 就是我們想要去解決我們很關注的一個某個議題 然後我們決定去試試看 所以在課堂結束之後呢 那份報告它就從紙上變到了社會 就是我們畢業之後就決定說 好那我們就來試試看好了 那也就是這樣試試看的一個心念 然後讓我們走到現在 經歷了大概三年多的時間 那好不然也已經創立了兩年 那當初我們就是 決定要踏出校園的環境 然後在社會上面 去把這樣的一個 本來只是一份報告 然後真的去把它實踐的時候 我們其實那個念頭非常非常簡單 就是 欸我有一個很 我覺得很棒的idea 然後我想要去真的把它做出來 然後 有一群人跟我一樣一群傻子 然後一群瘋子 然後我們就決定 好那我們就開始去做 然後我們就參加 各個演講 就是台北台中的 演講研討會 然後去參加社群聚會 像是焦點 那 直到有一次在研討會上面 然後佩琪就認識了我們的金主 他是木質社會企業 然後就跟他 那時候其實也原本只是一個idea 就跟他講說 欸我們想要在台中做一個 青年創業的聚落 那沒有想到他非常認真 他就說好 那你們找一個時間 我們約一個時間 我們來我們的公司做簡報 那那時候其實兩個非常年輕 就是剛出社會 也完全沒有工作經驗的小女生 然後我們就想說好 那真的有人很認真看到我們的這個夢想 然後我們就把我們當時的一些理念 然後我們就做了一份簡報 做了一個簡單的財務分析 然後我們就去他們公司裡面做簡報 那沒有想到呢 他後來真的支持了我們的理念 然後他決定要投資好辦 然後所以好辦才有了第一桶金 那有了這第一桶金之後 我們就決定回到台中 就是我們兩個的故鄉 那從小在台中生活長大 其實我們對於台中這座城市的印象 是一個就是我上學 然後可能一些生活娛樂 然後我知道一中街 我知道逢價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對台中的歷史有多少了解 其實是很少很少的 因為我們大概念到高中 然後到台北念大學 然後反而有時候 那個時候覺得 好像我對於台北的認識 都比台中來的深厚非常多 我知道台北有哪一家獨立書店 我知道台北有哪一家 就是很好吃的餐廳 然後我知道台北 現在有哪一些議題正在發生 那那時候決定回到台中的 這個念頭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去 重新認識自己的故鄉台中 然後我們參加聚會 我們去聽演講 然後認識像台中作家的 柯桑老師 然後開始參加 像中心站基地舉辦的 步行天堂的培力工作坊 然後開始去認識成雕科 然後開始去認識 像中區的榻榻米店等等 那那時候就想說 好 那有了這樣的念頭 有兩個夥伴 然後有一個金主 願意贊助我們的夢想 所以那時候覺得 好 那我們就決定回來台中 到中區裡面創業 對 就那時候才決定要創業 然後 就經歷了大概一年的時間做準備 然後找空間 然後找房子 跟屋主談等等 然後最後好辦 就在2013年 11月的時候正式開幕 那一直到現在 我們大概已經兩年多的時間 那好辦關注的 核心的三個概念 也是我們為什麼這一次 會辦綠川市集的原因 那第一個是我們關注的是青年的自我實現 為什麼會講青年自我實現 是因為 自己身為一個青年級生 然後 我們看到身旁很多的朋友 或是同學 我們面對到整個社會環境 其實是對年輕人非常不友善的 就大家想想看 你可能今天是學生 你今天可能大一大二 你今天可能是已經 輸了社會 在社會上面打滾歷練一番的社會人士 那 我們現在畢業之後 我們要面臨到的整個就業環境是 對年輕人是很不友善 大家就常聽到22K的低薪 或是 比如說是彈性工時 然後比如說是派遣制 那更不用談說 加班 加班加到死的責任制 就是 大家都 就會說Friday night很開心 就是我終於放下一整個禮拜的忙碌 然後一整個禮拜就是被公司老闆 就是 責罵 然後 同事之間的公司 我終於可以 過一個我自己真正想要過的生活了 然後 過了兩天之後 到禮拜一 大家就開始Blue Monday 就覺得 我好憂鬱喔 什麼時候可以放假 我就是 很多 我們周遭的朋友 就是 後來的一些 比如說大家約出來同學會啊 見面 然後 就會常常聽到大家抱怨 呃 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 呃 可能同事 然後 自己的生活 那所以 我們就在想說 有沒有可能透過 呃 好辦這個 好辦是一個共同工作空間 然後作為這個共同工作空間 我去支持 更多 他想要 創業 或是他想要當 呃 獨立工作者 SOHO族個人接案的這些年輕人 可以有一個 呃 更便宜 呃 比較低的租金的 呃 空間 然後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 可以一起去 聽你講你自己的故事 然後 呃 呃 來自不同 背景各行各業的專業者 在這邊彼此的交流 互相認識 呃 所以 這是第一個好辦想要做的 那第二個呢 是 呃 社會創新 就是 呃 我們看到現在 全台灣各地 就是大大小小的各種的 呃 社會線上 社會議題 小到一個 比如說社區的 沒落發展 然後我們看到台灣的整個 呃 比如說 中北青南的城鄉差距是 落差非常大 甚至像 比如說 光是台北跟台中比起來 那個資源落差就非常非常大 我們很多的同學 很多朋友幾乎都是 畢了業之後 就只能留在台北工作 因為 他的專業 他的興趣 他只能找到 台北的工作 然後給他一個 稍微合理的 待遇 讓他可以在一個 房價這麼高的一個 城市裡面去生存 那 呃 我們想要推的 社會創新這個概念 是去發現更多 呃 台灣現在 應該要被解決 應該要被面對 應該要被討論的 各種的社會問題 除了城鄉差距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 東西啊 比如說 食品的安全 比如說 呃 衛生 比如說環境 比如說 自然保護 那比如說 勞動的權益 比如說性別 比如說文化的資產 這些 所以這個是我們 第二個想要關注的 所以我們開始辦 呃 課程 我們開始辦講座 那一直到 呃 去年的時候我們接了一個 呃 市政府的清創育成的計畫 然後開始去做一些 社會創新團隊的育成 那再來第三個呢 也就是 為什麼今天 綠川市集會辦在 中區站的基地 呃 台中 城市現代化 最早起源的一個 老 老城區裡面的原因 呃 呃 我們想要關注的就是 舊城再生 那 其實我 我自己也是 回到台中的時候 才開始 認識這個城區 就我以前對於 這個城市 就這個區域的印象就是 欸我小時候我奶奶 呃 我爺爺會帶著我去 呃 台中公園划船 去看鴨子 然後過年的時候 我們會到 現在新中糖果街 就是 第二市場後面那邊 去買那種 以前那個 很大一個戳戳樂 有沒有 然後雖然你戳到 其實當下很開心 但其實裡面都是一些 到時候最後 被丟掉的東西 這樣玩具 然後會去買一種叫 那個 大便龍的 邊 呃 它不算邊 煙火就是 然後它就會 長成一條大便 大家有玩過那個東西嗎 就是 這是我對於 呃 舊城區的印象 那我其實那時候 小時候 呃 不知道說 喔原來 這座 城市的起源是 在這個地方 是一個 這麼重要的 文化的 歷史的 呃 基礎 所以那時候 重新回來認識這個地方 我們就 喜歡上這裡的空間 氛圍 就我們很常會 呃 每天上班的時候 就是 欸我要去買什麼東西 我就會走路 然後沿著 呃 然後離開 然後到現在 回來看到的 中區 它是更沒落的 就是 聽以前 呃 比如說爺爺奶奶或是 爸爸媽媽會說 以前這個城區 它是非常非常熱鬧 我假日 我要 shopping 我要去逛百貨公司 我要看電影 我要去約會 我要吃蜜豆冰 我都是來到 呃 中區 但當我們三年前 回到 呃 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 中山路喔 就在現在這個時刻 禮拜天的下午 它是幾乎沒有行人 在路上走的 一直到 第四信用合作社 開了之後 開始慢慢有人潮 然後 整個 舊城區 在三年前 是非常非常 呃 非常非常蕭條 然後幾乎就是 欸火車家人很多 但是 我只要跨越了自由路 這邊是 大概九成的 空屋率 就是都沒有房子 然後都沒有店家 沒有人居住在這個地方 那這邊其實有很多 很重要的 呃 東西 比如說這裡的歷史 這裡的故事 然後這 綠川它是 作為 見證台中市城市 發展起來 很重要的一個 建設跟一條河流 那所以我們開始想說 有什麼 有什麼方式 我可以重新把人 帶回來這個地方 重新讓大家去關注 欸 台中中區 它是 作為 呃 台中的一個發源地 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這邊還有什麼樣 有趣的東西 可以吸引大家來 所以我們這兩年 我們開始辦小旅行 舊城小旅行 然後帶大家去 呃 走逛 舊城區 去認識這些老店 然後去 呃 走到第一廣場裡面 去讓大家認識東亞的 呃文化 然後去認識這些 可能古蹟啊 街道巷弄等等 然後我們開始辦 綠川市集 對 綠川市集是在 呃 2014年的8月 開始辦第一場 那 那個時候第一場的 綠川市集 我們是在綠川沿岸舉辦 然後那個時候只有八個攤位 然後只有辦 一天 然後一天還是下午的三個小時而已 就八個攤位三個小時 但是來了八百多人 然後每個人都在問說 欸 你們在 河川旁邊辦市集好棒喔 那你們下一場什麼時候 那你們 就是大概平均多久辦一次 那我可以成為你們的攤位嗎 然後我可以在哪裡找到你們的資訊 就是大家開始去關注到 欸原來 呃 在舊城裡面 是 有這樣子的一個可能 我們就開始發現 欸原來大家 大家會對這個東西有興趣 所以我們開始就辦第二場 第三場 然後一直到現在辦的第六場 那規模就當然越來越大 從 原本的八個攤位三個小時 然後一直擴大到 今天這樣子 就是一場次都是兩天 然後總共是五十個攤位 然後除了攤位之外 還有各種的 比如說 呃 書下開獎 就演小學堂 然後音樂表演 然後等一下三點半的時候 還有一個環境劇場在綠川旁邊 然後有導覽帶大家去認識中曲 對 那 所以回來談 就是創業這件事情 為什麼青年創業可以改變社會 就是 那所以 我覺得要去想的事情是 那到底青年創業跟以前傳統的創業 或現在一般的 我們看到這些企業有什麼樣不一樣的地方 首先我覺得青年創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呃 它的目的就像好辦為什麼會創辦一樣 它是為了去實現一種 我們每一個人心中都會有的 我對於一個我想要怎麼生活我想要怎麼工作 呃 的那種理想生活的形式 所以我們選擇去呃 做自己喜歡的一件事情 而不是去呃 去領一份死薪水 然後去一個很很不友善的工作環境裡面 然後 那當然相對的我們也要承受 因為我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而帶來的那些責任啊 或是困難挑戰等等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它其實就翻轉了一種 呃 呃 我們 不用去 受限於 到底整個社會環境 呃 是如何去期待 年輕人你應該去 比如說大公司就業 你應該找到一份好工作 你應該 怎麼樣才算是一個好的生活 我們去自己去創造一個 我想要生活的形式 然後 我想要怎麼樣待遇 我想要多少 呃 我能夠 為自己 帶來多少的 呃 收入 然後我希望一個怎麼樣的 呃 夥伴 公司同事的關係 所以我們自己去創造出來 那再來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重要是 呃 對於社會 的 共好的關注 我相信這是 很多現在台面上青年創業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 對於社會的關注它有什麼樣的 透過創業這件事情展現的 呃 可以跟大家分享幾個例子 比如說 有一些年輕人他是回到地方 那個地方可能是一個偏鄉 可能是他自己的家鄉 或是可能是他很喜歡的一個地方 所以在 呃 竹山 就南投竹山 有了小鎮文創 十一年前和培軍到 呃 竹山 因為看到了一棟三合院 覺得 真的被受感動 所以他在那邊開始 呃 去創業 然後經過了十一年 把那個三合院 改造成是一個天空的院子 一個民宿 然後開始在鎮上 竹山小鎮當時是非常沒落的 然後開始跟在地的這些打鐵店 爆米箱的店家去合作 然後到現在他們整個公司有三十個年輕人 然後一起在為一個小鎮的呃 文化一個產業在努力 然後所以有呃 我的學長是邱欣輝 他在南庄老寮 然後他在呃 兩年前去開了一家青年背包客棧 然後他希望透過背包客棧去把年輕人留在 呃 好像一個 除了觀光之外 你晚上就不會在那邊居住的 呃 不會在那裡停留的一個地方 在南庄的一條老街上面 然後他現在在今年初的時候 過年的時候 然後開了第二個 第二家店是做 呃 叫Valai 叫農創店 那他們開始跟呃 呃 在地的農夫合作 然後去把他們生產的 碰乾柳丁 然後把他們生產的呃 呃 茶葉 然後做成是一個 年輕人可以接受的咖啡廳 一個餐飲的空間 那他希望透過創業這件事情 去把年輕人帶回來 然後重新認識南庄這個地方 那有一些年輕人甚至可以留下來 一起去推動整個南庄 南庄的產業的這件事情的發展 那再來其實還有非常多 比如說台北城市散步 呃 秋意他是做大稻城的文化調查 然後保存 然後比如說像是三峽的甘樂文創 他也是投入十一年的三峽小鎮 呃 呃 的重新的再造 然後還有像是呃 台南土工農村美術館 就是只要每年到十一月的時候 大家就會蜂擁到那個一個 名不見經傳的小農村裡面去看一場展覽 然後還有像彰化西州 也是呃 我的一個學姐就是 他回到呃 西州那邊 開始去做一個農創平台 那他們也在去年的時候開了一家獨立書店 那這個是回到地方 那再來還有一些年輕人他們是選擇 呃 去傳承一項記憶 比如說今天呃 在場這些攤位裡面 就有像成雕刻 他們第三代願意回來接手 去學習爸爸的這樣的一個 呃 老的雕刻 看起來好像過時 但他其實 一點也不過時 他他要談的是一種文化 那這個文化只差在年輕人願不願回來 去用一種新的方式 呃 能夠更迎合市場 更更創新的方式去呃 講出他的故事的 的這件事情 那也有比如說像令草 就令草學會是一個在地社區組織 他們成立的學會 然後呃 大概也是呃 四五年前就是有一個呃 呃 在地大學的那個學生 呃研究 學生然後就是到社區 然後因為實習啊 決定留下來一起去投入 讓當地就是原本日治時期 呃 在院裡 是 對院裡來說 他們那是一個 很多的 呃 現在大概四五十歲的媽媽 他們都會去做另編 然後甚至 呃 那個產業對院裡來說重要到 呃 他們是重女輕男的 就是在 大概你想像一百年前那個社會 就是很傳統 大家還是一個重男輕女的社會 但在院裡的地方是重女輕男的 呃 因為女生會做編製 然後這些編製會銷售到日本 然後他帶來呃 整個社區很重要的一個產業經濟的收入 那但是這個產業當然隨著整個呃 呃 就是呃 呃 產業他開始整個工業化大量量產等等 這些呃 這些 師傅們就慢慢的凋零 他也不再從事這個行業 那一直是到令草學會 重新進到裡面 開始去 把傳統的另編這種代工而 呃 傳統代工的 方式 然後變成是他們可以自己去 呃 做商品 然後甚至像去年書起的那個禮服 就是他們 院裡那邊編織 然後做出來的一泡而紅 那還有一種呃 創業是 對於社會關懷的 對於環境的關懷 然後呃 對於比如說 呃 就是 不同階級的關懷 所以像比如說角落微光 那他們是做街友的 然後綠川工坊 那他們是做呃 在關注綠川的河川 有沒有可能 我們再回到以前日本那個時期的 那樣子漂亮的 然後大家可以在裡面吸水 呃 細水那樣的一條乾淨的 清水漂亮的一條河流 對 那 所以 但是其實我覺得 呃 雖然今天主題叫創業如何改變社會 但是我覺得創業這件事情 它也可以被轉化成其他的東西 它其實真正 核心的精神去 是去找到一個 每一個人的職業 那個職業 對每個人來說可能是不一樣 它不一定要透過創業完成 你也可以成為一個在公務機關體系底下 呃 帶來很 公務機關的整個 呃 就是 它課層底之下面能夠做出一些突破 然後你在那個位置上有一些關鍵的影響力 你有決策的 權利的時候去做出一些好的決策的公務員 它也算是一種創業改變社會的例子 那 或甚至是 呃你在一個大企業底下 然後 你如何 去 為你的員工 讓他們有更好的福利 讓他們有更 更 好的工作環境 那這也是 一種 改變社會的方式 那 像 呃 好辦的其中一個 進入者的例子 就是 他是一個補習班老師 那 他都會 他都會笑說 補習班老師就是把知識變得痛苦的 一個 就是 一個 一個人 那 但是 他透過 呃 當老師的時候 他去解題的時候 他就會去帶 帶入一些社會的元素 就比如說他設計的數學題目裡面 他會把以前 我們數學題目裡面常常看到 比如說小明啊 小明今天去買菜 買了 三顆 柳丁一顆 拔蠟 請問這樣多少錢 然後把那個小明就是代換成 呃 林憲堂 他今天去買菜 然後 在解題的時候他就會問小朋友說 大家知道林憲堂是誰嗎 然後就開始講 林憲堂他其實是對台中來說 一個很重要的地方赤身 然後他創辦了 像 台中一中 然後彰化銀行等等 他開始去講這些東西 那 那 所以他 對他來說 這個補習班老師 呃 他能夠帶來的改變 對於這些孩子們的改變 他就 他就那個意義就完全不一樣了 對 所以 呃 或甚至你可以在一個NGO裡面去做一個 呃 就是對社會友善 這樣的一件事情 如果那個是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話 對 然後所以 呃 最後就是用 好辦的一個slogan送給大家 就是我們希望 每一個人都能夠做自己喜歡的工作 然後讓這份工作 友善社會 對 然後 希望大家能夠帶走這句話 然後在你的未來 或是現在 開始去 呃 實現它 然後開始去 呃 為這個社會帶來一些些改變 那我覺得每一個人的改變 都是重要的 你透過創業 你透過 呃 公司的工作 你透過一個公務機關裡面 底下小小的公務員 你是一個補習班老師 你是一個NGO的 呃 工作者 或甚至是 像綠川工坊 他們是一群 呃 利用業餘時間來 就是討論綠川的 呃 公民團體 你透過業餘的方式 去投入一個你關注的議題 然後去行動 那 我覺得每個人小小的改變力量 他就可以為整個 我們所居住的社區 我們所居住的城市 呃 甚至是整個台灣 然後整個社會 帶來更多 友善的力量 對 然後 謝謝大家 那希望 每個人都可以這樣做